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來木萃頻道 今天呢我要來測試一下這一顆 老顏尼版本的哈利歐SWISH 那這一顆綠杯其實已經上市好長一段時間了 那剛上市的時候啊 其實我就已經拿到了 那我自己也有拆一顆來玩玩 只是我那時候還沒有很認真的去比對一下 它的風味到底怎麼樣 那剛好最近的器材也比較少出新的 想說最近有一些空檔 我就想要來拍一下這一顆老顏尼它的風味差異 那我今天要比對的綠杯呢 就是這個一般版的SWISH 跟老顏尼的SWISH 他們兩個風味差異的變化 那像他們兩個價格來說啊 像這個玻璃版的SWISH 現在一顆的建議售價是950 然後老顏尼是2180 其實價格差了一倍啦 那風味上會不會差了一倍的好喝 或者是出現不一樣的風味 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現在比對這兩個濾杯啊 我明顯看到玻璃版濾杯的熱骨是做的比較粗 然後比較大 然後老顏尼的熱骨是比較細 然後看起來是比較銳利比較立體的 所以如果依這兩個濾杯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可能玻璃版的流速會比較快一點點 但是不知道這是我的猜測啦 我們等一下順便來看一下流速的變化 那我今天測試的豆子呢 是伊索比亞的班紗旁貝日曬 那這一支班紗旁貝日曬啊 它在前段有一個很明顯的子鹿卵香氣 跟薰衣草香氣 它表現的花香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用這一支豆子 來測試一下這兩個濾杯 有什麼不一樣的風味表現 我今天測試的參數呢 一樣就是用12克的豆子 粉水筆1-15 水溫96度 浸泡4分鐘 這個參數來做測試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今天會用這一支小手磨來做研磨 各位看一下這一支非常小支 袖真版的 不要看小小支喔 一直要6000多塊喔 因為它來自於英國 那為什麼我會想特別介紹它 就是說你要調整的時候 必須扣上這個手把 調整上面的轉盤 去調節刻度 比較不一樣 沒有看過嘛對不對 它上面所有的轉盤跟手把 都有做防呆 所以你扣上去 你不用擔心你的刻度到哪裡 都有做防呆 全機啊 沒有任何的塑料材質 都是鋁合金的材質 然後它的刀盤是有鍍氮化鈣 所以它的硬度是比鋼刀 可以再硬個兩三倍左右 就用這一支來試一下 好 好 好 各位 流速來比的話呢 我覺得 陶作坊 它流速比較快一點點耶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這個比較快 陶作坊的流速比較快 好 那我們現在來喝看看 吃香氣來說呢 這個老眼尼的SWISH 它的香氣感覺比較 有一個清楚的花香 然後玻璃版的感覺 就好像稍微模糊一點點 明亮的酸 花香感不是這麼的強烈 酸質是比較柔和 然後甜感突出 那唇厚度的話 我覺得比這個唇厚度還要好 它喝起來的飽滿度明顯就 稍微多了一點點 然後它前段香氣啊 它那個花香感感覺是 比玻璃版還要再明確的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香氣部分 老眼尼的版本跟玻璃版的呢 香氣部分 老眼尼稍微強了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很多 如果是比起來的話大概是差了 香氣部分大概差了10%左右 但是我覺得在口感部分 差了相當多 如果在口感部分相比的話 老眼尼它明顯喝起來就是 醇厚度很好 然後甜感表現得很好 那整體就是一個還蠻圓潤圓滑的感覺 那玻璃版呢 喝起來就比較單薄 然後喝在口中呢 比較沒有那個飽足感 兩個口感相比的話呢 我覺得兩個有差異到30%左右的差異性 這個是我喝起來的感覺啦 喝日曬的感覺 乾淨度的話可能就是要歸功於手磨了啦 這一支小手磨 其實量掉了之後就越來越明顯了 老眼尼就真的明顯就是甜感表現得非常突出 然後玻璃版呢 它就是酸質比較明亮 那比較活潑一點 那麼這兩個濾杯的風味測試啊 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裡是木槌頻道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啊 幫忙訂閱一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咦 各位你們還在啊 那最後呢 我來用老眼尼的Switch啊 來分享一個救急冰咖啡的做法 那今天準備的材料呢 有一個重點的器具就是這個雪克杯 然後跟一個攪拌棒 那首先呢 我們先加入100克左右的冰塊 然後研磨15克的咖啡粉 那這個粉我已經預模好了 然後使用90度的水加到150mol 分水比就是1比10 那加滿之後呢 我們就用攪拌棒輕輕的繞圈10圈 2 3 4 5 6 7 8 9 10 10圈之後開始計時1分鐘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用雪克杯來雪克一下 使用雪克杯這個方式啊 透過冰塊跟咖啡液的狀子啊 產生出來的分子氣味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 那出來的甜感真的是非常的炸 然後整個口感就是很厚實圓潤 然後又喝得到冰冰涼涼的一杯冰咖啡 那這個方式非常的簡單好喝 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啊 可以試試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